我跟你講要講兩段 2022年 國民黨那時候的總召是我 我們在魏環 魏環是在中心 在那個群銜樓的八樓 我們早上六點鐘就去攻佔 我們打了一架 後來柯建民找我協商 願意啊 願力成立一個調業委員會 那調業委員會去 當然是魏環的委員 我們主要是請魏環的委員去參加 我回來以後 反正我們黨團的同仁 還有我們幾個委員跟我講 通通幾乎都是黑字 後來媒體報導 不就是說要封存三十年 如果你王秉勝真的有道德 道德水準有那麼高的話 你為什麼不出來跟正媒體說 不是封存三十年 是封存五年 你為什麼不講 他有講 沒有講 那是後來嗎 當時沒有嘛 當時都沒講 而且好像主計還是主計還是審計說 什麼到了二零四號年 二零四五五 在選前幾天 在選前幾天之前 我的認知我的訊息就是三十年 第二件事情 剛才說台大有兩位名譽教授 第二位教授劉仁佩 我跟他我跟他認識 他是台大農業系的教授 我要跟各位報告 台大主要教統計的都在農業系 他們有一門課叫試驗設計 四個學分 哇很重 台大沒有統計系 像我的母校中心法 讓我們說有統計系 他沒有統計系 那留任配是台大農業系畢業以後到美國去念了博士 他念的博士學校就肯打擊大學 是我的學長 為什麼農業需要搞這個 因為最早統計是從農業出來配種 什麼跟什麼配 配遺傳 遺傳就是靠統計來 統計的發展來自於英國 英國後來有東印度公司大量的在印度發展一些農業 所以他的統計是從英國的農場 從印度的農場搞出來的這個歌學 劉仁佩 我是為什麼要講這個 他拿到博士以後 他在美國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都在藥廠 我們念統計很多人 大概有比例蠻高的到美國的FDA 就是Food and Drug那個食品 我聽說台灣的食藥署 他食藥署就需要 他們要很多統計的研究分 留任配就到了藥廠 做了待了很久 所以他對這個流程 美國的FDA他是很清楚的 我在講跟各位報告 高端在跟我們衛福部簽約的時候 他只做到二期的期中 中間的中 最後期末報告你看他偷懶不做 後來好像還是衛福部幫他做的 用大數據幫他搞出來的 我平常講 新的立法院的 要二月一號就要開議了 我是覺得我建議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另外兩個在野黨也好 都應該針對這個問題 把他打開天上說亮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這個來龍去脈 到底是什麼不管是從價格 從他的合約 以及他的有效性 麻煩要查清楚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還有一些打開電話 PAP 感谢观看